台語聽有無,每天報信書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神老師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台語聽有無 但是,東姓婚姻法在台灣已經是四個年了 在我們的學校教學裡面 一載共調說尊重多元的重要性 但我們台灣對人家的尊重 可以說是嚇到專家這位最頭情 這應該是我們身為台灣人的驕傲 那這樣,這些都元性別相關的台語書 要怎麼說呢?今天一個台語跳舞 我們再來和觀眾朋友做回來分享 在傳統的台語裡面,我們如果說都元性別 都會說是東姓氾 總是這幾年東姓氾這個書 已經被LGBT這個新書出台了 但LGBT是四個英語書的第一字母合起來的 L就是流性的東姓氾 如果G是南性的東姓氾 B是相性氾 T是下性別的人 這四個做混合起來 就是對這些不是異性亂的人的整體的情報 這些不是異性亂的LGBT 這樣中人口的比例 其實無關 其實在傳統裡面這些人的處境是很可能 我們知道,因為世代的關係 傳統的台灣社會有時對異性的人是不太公平 我們只看俗意裡面那些 和流性有關係的月就可以知道 但對流性是這樣 對不是異性亂這些LGBT做混 也是相性 台灣的傳統會把男人的東姓氾 穿好做卡、卡仙 把男人的東姓氾穿好做 不走的還是就不走的 這些都是有大吉思 不太好聽的穿好 所以,因為現代人 我們應該盡量不要使用這些數 我們現在有比較重性 不及時的穿好 說是南東姓氾、流東姓氾 另外,有時候有些人的氣質、外表、行為 比較不符合傳統對性別的定義 像這種傳統的台語思 會有特別的穿好 像是生理上是男的 總是這個人說話比較有聲 當中比較像女孩子 這樣啊,我們台語就會說 它是女孩子 說啊,女孩子 女孩子 因為這樣不太好 相對來說 如果生理上是女孩子 總是要流更低的頭髮 更當中外形都比較像女孩子 傳統的台語就會叫它是女孩子 說啊,是女孩子 怎麼是女孩子 同樣是因為這樣不太好 總是啊,照現代觀念啦 世間並沒有什麼樣的性別的人 就一定要怎麼樣啦 甚至啊,自五人黨的性別 不一定要跟生理上表現出來的一樣 也有人會說啊 如果大家都是非同性 非以性亂 這樣啊 沒人會生孩子 人類不就要別忘了 這樣說啊 是想過頭 出嫁囉 出嫁呢 就是出嫁 出嫁 出嫁 就是話你講的 滑坡妙物啦 它是一種 過度改遂的 流執出嫁啦 就像有人說啊 如果大家都出嫁 不然人類就都要別忘了 或是啊 如果大家都不結婚不生孩子 這樣人類就要別忘了 所以想啊 人類是不會因為 有人是非以性亂啦 或是說啊 有人出嫁做二股回收 或是說啊 有人不想要結婚不想要生孩子 就要別忘了啦 好,像這種出嫁啦 就是 老實不夠鹹味才來產生的 各位觀眾朋友 世代已經不一樣了 我們就做一個 有民主受用的現代人啦 尊重各種的性別人動 各種不一樣太發的人喔 今天我們的台語聽不懂 就告訴大家 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把時間搞定吧 Super